學校門口竟然有一隻暴龍張開血盆大口 而且還有很多隻小可龍走來走去 好像回到豬邏基世界 究竟發生甚麼事呢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范園軍校長 就為我們揭開迷脫 豬邏基世界 我們就無法帶小孩回到這個年代 但也期望能夠設置一個 相對來說具體一些比較真實的學習環境給學生 讓他們營造一個學習氣氛 原來這是學校的非正規課程 勇者在冒險之豬邏基世界活動 讓同學們可以邊玩邊學習 是他們回到豬邏基的年代 有一班小恐龍 因為火山爆發 所以他們被困 同學就要化身成為勇者 然後拿著一張勇者卡 然後逐一完成一些學習任務 期望今天這個活動 除了讓他們在STEM方面的知識增進 同時在一些共通能力 例如溝通、協助、解難或創意上 我們做的是火山爆發 我們用雪糕棒來圍一個圍樓 然後要拯救一些小恐龍 我覺得加速的環境很刺激 老師設計了其中一個活動 就是試藝科配合STEM 他們要叫學生 將小恐龍被困在火山的情景裡 這個小火山 他們倒水下去 真的會有火山爆發 其實這是科學原理 老師就在當中講解 另外他們也要在火山的旁邊 為小恐龍設計一個 適合他們安全的生活環境 同學是要一早早這樣做的 變成做的時候 他們要跟別人談 要大家有溝通 大家要一起共識怎樣去做 甚至遇到那些材料 大家放在一起 人人都帶自己帶了的材料 放在一起怎樣配搭呢 透過這個活動就是幫學生 既學習到科學、科技 與此同時都能夠學習到貫通能力 這是其中一個活動 學校當日的活動多姿多彩 還有編程機械人 手奧龍講故事等等 將不同學科的STEM元素 滲透在各個活動之中 這麼有趣的學習氣氛 難怪名道小學的同學們 可以多次勇奪STEM比賽的獎項 對於STEM教育的發展 范園軍校長就有自己的看法 因為都看到這個是未來的趨勢 無論社會的發展 或者科學科技的進步 其實我們的學生是需要裝備 他們有不同的知識 我們都有很多多元化的課堂內外活動 譬如今天這個 《勇者在冒險之珠流紀世界》 其中一個 其實我們有另外很大型的STEM Day 等等這些活動 其實都是期望透過一些大型活動 讓學生有機會在一些特定的情形下 綜合的應用各科科科的知識